每週三 週四 晚間10 中国小粉红电脑绘图 近来在网络流传 他们骑在中国快海大桥盖到台湾 点名可以从福州到台北 武田到新竹 泉州到台中 厦门到台南 异想天开的程度 连零面反共网红都看不下去 它最近的地方是在 一百五十公里左右 这得花多少钱啊 这台风来了不给刮啦 小粉红你这个脑子有大问题 台湾网友也留言讽刺 有人说过桥肯定要出示护照 明着像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又有人酸 终于可以回到台湾最大的领导中国 更多人质疑盖不起来 说抖音一堆这种弱势的影片 而不是跨海大桥 是奈何桥 我们台湾海峡的水深浅不一 加上你有海运的限制 海运我们会希望说桥梁要高度不能太低 那空运就是说希望你桥梁高度 要有一定的限制 这样的一个规划的大桥 是要费相当大的一个工程科技 才能完成的 将来是不是我们两岸的人民 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去养这个所谓的跨海大桥 你这么长的一个桥 如果你不盖一些中继岛的话 万一出了什么灾变的维护跟管理 甚至救灾会缓不济及 正因为台湾海峡平均宽度达到180公里 海里深度落差又很大 还要克服风浪施工 土木技师认为横跨台海的桥 只存在于理论之中 工程上环境上通通不可行 台湾人民也不会允许门户大开的 就当作是中国幻想的一场游戏 一场梦吧 这飞机越过海峡中线 或者军事武力的威胁 台湾人民就已经深恶痛绝了 怎么可能还接受 这种所谓的中国跟台湾之间的 跨海大桥的兴建 一旦兴建了 不就像木马屠城一样 更容易来攻占台湾吗 台湾人民绝对不可能接受 除了工程挑战 台湾民众更不可能同意 带有并吞意图的中国盖桥 发明他们进行后续侵略 也让试错跨海大桥通台湾 融为笑话 中国各种奥薄 一下在宣传什么跨海大桥 一下你看看又有这样子的偷渡客 想要强趋直入 所以美方现在大家就在说 国民党现在还在寄望 对岸说什么想要什么非常和平等等的 那通通都是非常虚假的嘛 来请教美方 我觉得说像这个部分 刚看到那个大桥 我就想说可不可以 因为金门好像比较近一点 如果真的要盖的话 也应该是金下大桥 你说金下大桥 对金下大桥 先去把它盖好 对啊 所以说那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桥梁的部分 某种程度来讲 我必须要讲 在金门还是有些民众 希望说能够很便捷的 得到一些资源等等的 这是我到金门去的时候 很多民众跟我做一些反应 有一些人想要便利 可是也有更多人是担心 那真的去 如果木马屠城怎么办 大家也会欢乐啊 确实我觉得这也是必须要担心的一个点 这样子 那像刚刚那个快艇开进来 是那个偷渡客的事 听说还有这个母舰 然后就是卸下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快艇过来这样子 那这个当然我觉得 像这个海巡也必须要去赶快的查证 这件事情这样 那另外呢 就是说比如说像雷超手 在十二海里的地方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应该要赶快发布警告 然后赶快的去处理 那没有做这件事情 导致说他最后变成只能做雷达监控 那这一点海巡是不是应该要 未来要加强说在演练 不要说到时候螺丝整个松掉 就觉得说什么船来 都要等到看到船上的字 才能够知道他是哪里来的船吗 我觉得说这样子 其实也是非常的让人质疑 说我们在这个海军海战的部分 是不是说实力上面 要再更加的坚强跟训练 那不要到人家呢 都已经进到你家门 那有点亲门踏户 然后你还不理他 不理他他只好去碰撞你的小船 然后让你知道说我来了 这种感觉这样子 所以说呢 我觉得说呢 今天如果今天只是 坦白讲是一个市井的话 那么在未来呢 未来会被有更多 未来这种事可能会越来越多 所以海巡这边真的要再加强了 对确实 我觉得海巡的部分呢 其实如果说就是在未来 是不是在有必要要考虑到之前 一直不断的在讨论的有关于说像两棲井 或者是说海陆特勤队应该要驻守在淡水的河岸 河道的部分这样子 因为之前一直在讨论这个 美方刚才讲的 海巡接下来包括设备啦 或是人力怎么样加强 稍后温大哥来帮我们补充 那另外明佑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偷渡客啊 他们其实千方百计 而且花招非常的多 这边呢 我们稍微来整理一下过去的数据 根据这个海巡署啦 他们的统计 2019年哇 偷渡五个人 好 2020五个人 那2021 就是刚才冠婷说 这两年又开始变成有双位数 有14个人啊 去年15个人 今年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增多 来明佑 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 有些许的关系啦 但是我要讲 这是不是压力测试 我认为是压力测试 因为上个月 4月27号的上上个月 其实中国的军机离淡水海口 大概只有37海里 为什么 因为他在测试看看说 如果直接从淡水磁区而入的时候 有多快的速度可以直攻 所以当时我们就有察觉到说 如果他们军机如果转向的时候 会对我方造成危险 所以我们在淡水 有布614银的天宫飞弹 随时standby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其实我们那边管制是相当严格的 所以这一次的事件 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说 尤其他的背景 如果像刚才大家所讲的 他还有母船 然后他又当过军舰的舰长 然后用站直驱而入的方式 是不是在做压力测试 我觉得这有很大的可疑度 尤其民佑 大家看到这中途 这个离中通户这么近 距离才17点多公里 真的吓死了 你要想 如果他没有往淡水老街那边去靠的话 他直接直驱而入 我们在关渡大桥上看到以为 不过就是轻淤船 或者是其他的游艇而已 然后他一直往里面前进的时候 你也不会怀疑 因为他是五吨以下的 就小艇嘛 我们以前我读海关的时候也是要开小艇 就是类似的东西 所以大家看到小艇那个新房 是不是比较没有眼镜 你会卸下来 因为他又一个人而已 你会觉得他可能是 这小艇怎么可以做什么 游船嘛 那有可能是在轻淤嘛 有可能是自己开好玩的嘛 都很有可能 但是我要讲 过去在五零年代 八零年代 你看那个开军机 投层的一大堆 那当然到后来 这个戒严时期之后 这种宣传就少了嘛 那改革开放之后 就更少了嘛 可是以前我们看公国 常常说有到中国的偷渡客来 问这是什么饮料 有没有 公国嘛 就说很多偷渡客 那么小时候新闻 也常常看到偷渡客 但是我要讲 后来就越来次数越来越少 但是在2021年4月30号 台中港西码头 就发现了用橡皮艇的方式 而且这一次更厉害了 因为他开 他从福建的石施市 你看这个有点饶舌 很饶舌 石施市 你要想要橡皮艇开了11个小时 他一样用这个理由啊 一个这样橡皮艇这样过来 然后到这个台中港码头 你要想多远 福建的石施是用11点斤 那橡皮艇当然是有引擎的啦 快艇啦 11小时还是很久 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油料相当充足 去到那边之后后来发现说 他也用同样的理由说 我要投奔自由 跟这个舰长是同样的理由 每个人都是向往台湾的自由生活 好 然后后来就被逮捕了 然后同年呢 一样在金门的北面海域有发现 结果我们海巡署有发现光点 然后后来去做红外线 以及名传辨识的交叉之后 发现说这个江姓男子 中国籍的男子 一样是用橡皮艇 也是橡皮艇 又是橡皮艇 不知道都给他送买的 对对 这橡皮艇 那个品质不错 因为说前面明佑讲 那个台中那个案子 那个橡皮艇是人家网购的 对 不知道真的去投买 然后这个也是用橡皮艇 这个就更特别了 他可以接近金门海面的时候 马上被查到 所以我才说这一次有点奇怪啊 因为这个橡皮艇 老实说辨识度更低 可是海巡可以马上发现 然后后来这两个人呢 都行满之后被遣返 因为我们早就没有要做 对中国宣传说 投奔自由这件事情了嘛 但是2020年 更离奇的一件事情 有中国人到菲律宾去打工 这一次不是橡皮艇 他直接骑水上摩托车 骑水上摩托车 这样还要过 对而且还骑非常远哦 骑到了我们台东海域 各位你想 大家都是竭尽所能 我认为都是在试探 我们台湾的海防能力 但是还好啦 原则上我们的海防能力还不错 这一次虽然是输入 但是我早上看行政院长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认为这应该要调查 而且管闭你的态度 也是正确的 因为确实就是有疏失 他如果长工植入 17.24公里 直接到总统府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 而且未来 如果他用装程 鸣船的方式 不断地从我们淡水沿岸 在那边渗透 那造成的危险就更严重了 不要忘记哦 最近跨海 我们那个淡江大桥 即将完工 就在那个出海口的地方 会不会变成目标 因为海巡署现在在开机家会 正在说明这个案件 我们一起来听 另外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特别感谢我们 所有海巡同仁 默默地在工作卡会上 辛勤的工作 那我这边也特别感谢他们 那也呼吁 呼吁我们所有的国人 要特别地支持海巡工作 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那事件发生以后 那本署就全面监导整个环节 那我们的监控系统上面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主要是人为疏失的部分 在勤务的疏漏部分 那也就是没有做好相关的通报 跟横向联系 那我们每个节点都有监控 但是我们的监控人员 把这整个过程 把船当成我一般作为的渔船 因为当时的淡水河口有将近57艘的 不明目标 那更接近的时候有30几艘 那也就是我们同仁会 误判为这是常态性座位的渔船 以至于在没有通知海巡队 做线上的查骑 这是比较有疏忽的部分 另外不管是我们守望哨 或者是我们这一个雷达站的同仁 发现这个目标以后 那没有继续做后续的通报 也就是整个通报环节出了问题 那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整个苏黎美亚整个会做检讨 那怎么样才能让勤务更精进 然后更没有疏漏 更没有疏漏 那另外我们在勤务部分 我们最近管主委来以后 我们引进了这个很多的经费 然后从事于这个科技设备补行这个部分 我们陆陆续续在建制 我想在几年后 这个成效就会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另外我这边也要呼吁我们国人 那中国大陆不断的对台湾也好 其他周边国家也好 从事非这地带 跟认知作战这个部分 我也要呼吁同仁 呼吁国人要团结 那对同心协力来对抗中国大陆 这些不理性的侵扰 这边要特别 特别拜托我们所有国人 那接下来我请我们的发言人 谢庆金协务署长 今天署长也有出来说明 因为温大哥我们刚才听 海巡署意思也是说 这个通报的环节 真的是有一些失误的部分 那么目前海巡署海委会 就相关的人员 也都会进行一些惩处 其实今天早上管碧玲在讲的时候 他就说啦 这个他说其实相关的干部 已经都跟他自情处分了 只是说这件事情确实 刚才冠婷又说 不分党派都会觉得很紧张 人家这样子直接长驱直入 那我们即便雷达有侦测到 但是人员的判施准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温大哥 对 这件事啊 各位不要只看说 他是从淡水上岸 你要再往前推一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前朝进公园门口 三分之后 是 基隆 你知道那个整个东北角交通中断到什么时候 到昨天 昨天下午两点才开放 再通车 也就是说 整个东北角的那一个 省二道就完全中断 因为动用的这个民间 可能由公路局或什么单位来 那时候一个礼拜前 我就特地到现场 我就在看 军方的动作是什么 养兵千日用之一招 碰到这种情形 你国王部刚整个改组 现在文人部长上来 而且顾立雄你是基隆人 你本来就应该下达指令 就像过期纳粒水灾 整个大台北盆地全部淹水 那时候马英雄当市长 述所无策 阿扁当总统 下令整个国军动员 来把整个台北的这些积水 把它消化掉 但是你看 单单一个山崩 搞了一个礼拜 整个中断 东北角全部中断 变成不设防 好了 昨天通下午两点 这位老兄 这中共过去的停场 大啦啦就上了我们的副委 淡水的海岸 你不觉得怎么会刚刚好 说我不好意思啦 你如果对军事新闻有点研究 你跑过军事这些路线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这就是要给你测试嘛 你整个东北角都瘫痪啊 好那我现在就从这个淡水 从福州过来的 试试看啊 他在福州 那个冠军 把他带到剩下离台湾 剩下六海里外 六海里等于多少 十二公里不到 十二公里不到 非常近的距离 所以各位要了解了 我特地带了这些图来看 让各位了解 这就是台北市跟台北港 所谓台北港 就是巴黎后面 这边就是淡水 你看从这边进来 他现在是用那一艘艇 而且听说有跟巴黎跟淡水的 那个渡轮插撞 所以他不得不 因为你插撞以后 别人绝对会通报 说说民众 这怎么弄到 这一遍对吧 所以他不得不 他就靠岸了 要不然他就慢慢就过来了 各位要看最近 昨天的报纸 这也是特地找出来 这是青年日报 也就是过去的 所谓青年战事报 这是美军跟马来西亚的军队 联合演习 老虎打击242024 气垫船 气垫船其实中共是量产 因为是乌克兰把欧洲满流的气垫船 技术转移给他 一次可以载运解放军五六百个 上面的这些战车什么都可以运上来 你又了解说为什么说冲绳琉球那边 他们开始在离岛避难 或者说美国的这个演习 这是美军的这个地图 这个就是台湾 你要了解台湾真的是处变不惊 外国的这本书前不久是很畅销 中共攻台大解密 这个作者叫易士安 他里面最明显的一点 十四个地方适合入侵的台湾海滩 新北市占的多少 各位仔细看 包括林口 包括东北角 他通通书里面通通把它列出来 这公开的秘密嘛 这个书你可以去买啊 而且台湾的状况讲这话 也不是今天才发生 入侵台湾 你根据历史来看 在什么时候 中法战争 也就将近三百九十八年前 基隆 法国就已经开始 登陆了我们的这个和平岛 但是呢 但一百四十年前 法国人想要来打 打了以后 你看人家是怎么 你只要看他说 从从这个出发点 他最后是从哪里打 法国下令下达指令 居然是说 你就直接打这个富尾 淡水 富尾就是淡水 富尾的上海的尾巴 就是淡水 所以我特地拿这些资料 给各位看是 这种书很多 各位有时候要看 不要说不看书 你看的书 你会了解说 不是 阿兜阿兜要走 那是日本 都要开始 都要西南租岛 就是琉球租岛 一个宫古县 明天 大撤退要四天 全部迁移到哪里 迁移到日本本岛的安倍的故乡 山口县 你就是说人家是玩真的 不是在那边说 你们台湾端午节 东北角那个朝靖的公园门口 摊坊了 军方 那是你们家的事 你们民间使老百姓 你们自己处理 一个礼拜 中断 交通中断 好 端午节 要通车了 OK 我派一个艇长 开着快艇 来测试你海巡署 结果 很从容上岸 所以 我们要被迫一战 到底说 你现在大环境 大家都说 一球两制 或一边一国 其实 他预测 台湾本身 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才会在台海 台海呢 你要了解说 整个状况 人家都已经写信 给解放军公开信 说 台湾海峡 不是黑水沟 韩战的时候 叫雪沟 你的子弟兵 解放军 你如果敢跨过 台湾海峡黑水沟 虽然很多人还笑说 台湾能不能挡得住 共军散天 这里面提到了什么 刚刚提到的 我们在看那个海巡署 他根据海巡署 他甚至里面都有写到 整个台湾的状况 对海巡署 这个是军方内部退伍的人 自己写的 很清楚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一定要当一个负面教材 不是海巡署这些出来讲 也讲说 失败 失败 不是失败 这个就是整座 失败了 不是 离离离离离 说这屋实在 你只有潮进公园 东北角 整个交通中断 一个礼拜 然后紧接着端午节 对不对 马上给你照给你看 我一个庭长 就可以直接上岸 刚刚明佑在讲说 那个水上摩托车 他是从菲律宾过来 他不是从大陆 那个是一个中共的人 跑到菲律宾去 然后买了一辆水上摩托车 然后就吹一下 找他逮当 所以要了解了 是 来温大哥今天帮我们带了很多 丰富的资料来讲 那当然其实最主要 这件事情 我们看得出来 当然除了这个海委会之外 其实军方就像刚才温大哥讲 这个螺丝真的要再栓井 再度来拉抬 这整个的危机意识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继续来看到的是 徐晓鑫 晓鑫昨天就羊 告诉大家 他好感度排名第二 接下来 这件事情 大姑老公的爆料 周刊都写出来了 晓鑫的声量 他如果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了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看 四季线上本月推荐 望月大爱剧场 最后的记忆是我爱你 瞧 你这小脾气 笔记搜寻 你这一会不会这样 我说什么 小脾气